乔念在乔家生活了18年 亲生父母找上门来 一时之间 要成豪门都知道乔家出了的假千金 真千金多才多艺 温柔善良 假千金不学无术 一事无成 所有人都想看他被赶出豪门后 回到山沟沟过得有多惨 三个月前 我无意间 发现自己的好妹妹乔琛 和自己的男朋友 私下爱美 双双批诶 我气不过把事情捅开了 才知道 我压根不是乔家人 只是乔家从孤儿院领养回来的孩子 乔念背着刚打包好的行李 从房间出来 还没下楼 就听到楼下乔琛的声音 听说乔念亲生父母 是贫困性的老师 他该不会带着一群穷亲戚 缠着我们吧 乔念脚步不由地停下来 冷漠地毛底划过一丝讽刺 他从来没有把我当过你了 现在 我会脱离这个家 乔夫余光看到了楼梯口下来的乔木 乔琛总算看到他了 马上手起刚才看热闹的嘴脸 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乔念 你爸妈还真是乡下穷教书的呀 他们怎么还没来接你 该不会是个穷光蛋 买不起飞机票吧 还在走过来的路上吧 乔维明假惺惺地掏出一叠钞票 乔念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 直接转身 从他们前面跨过去说了句 不用了 姐 爸给你的钱 你就拿上吧 你回去肯定不习惯 乔念听得出他话外的意思 摇起眼皮 冷漠地往他那边望你 野性难逊 乔念没收他的钱 也不打算和乔家再扯上任何关系 就直接背了个双肩包 离开了乔家 月头正热 楼袋里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垂眸看了眼来电显示 看着上面的信息 脑海中不自觉地想象着 哥哥推着自行车的场景 别墅区的百游马路上 一道人影慢吞吞地走出来 月光下 大道纤细的身影越走越近 走过来的少女 不过十七八岁年纪 皮肤白得不像话 慈白的面旁 漆黑的毛子 三分冷气三分唇 还有一丝不惊一间 流露出的野性远续 乔念从男人身边走过 头不停地踪张希望 人哪 江黎主动招呼道 念念 你就是念念吧 别走啊 我是你堂哥 不等乔念回答 江黎接着说道 江黎 你叫我二哥就行 刚才就是我给你发的短信 乔念在脑海中浮现出 想象和现实差别还是挺大的 二哥 你好 我是乔念 他客气地打了个招呼 看起来挺乖巧的 至少落在江黎眼里是这样 乔念眯起眼睛 望向阳光下 镀着一层光阴的轿车 收回视线 这车 谁知江黎误会了他的话 这是哥哥最低调的一辆车了 不是不重视你 是爷爷怕吓到你 乔念抬眼看向他 江黎的个头高挑 皮像出众 一双狭长的桃花眼 天生带笑般 给人无害的亲切感 额头挑染了一缕明面的紫色 贵气中张扬出他性格里 顽似不恭的轻挑 这张脸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 算了 想不起来 我试个脸盲 江黎有些扎心 竟然没有认出我这个底蚝男明星吗 念念 外面热 先上车 我车上还有个朋友叫叶旺川 你叫他叶哥哥就行 他等一下会跟我们一起吃饭 乔念动作顿了顿 打眼望去 乔念感觉到 一道目光无形落在自己身上 他抿了明左 随下眼瞼 看似乖巧 但散漫地叫了声叶哥哥 乔念听到身旁一声低沉的鼻音 一个低沉撩然的男生 仿佛贴在他耳朵边似的 哼了一声 你就是将爷爷找回来的江家大小姐 我父母不是乡下教书的吗 江黎往后看了一眼 那只是你爸妈做公寓 去乡下支教 他可是清大教授 我们江家找了你好多年 终于找到你了 你要是回去的话 爷爷肯定很开心 我们在城里最大的酒店水泄亭 给你订了接封面 乔念低头若有所思 这个亲生父母家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乔念在乔家生活了18年 才知道他压根不是乔家人 只是乔家从孤儿院领养回来的孩子 是专门给真千金荡一栋血带用 乔念也以为自己亲生父母 是个一穷二白的穷老师 谁知道 清大教授的地方再清大 老师还有个别称是教授 车子很快开到了目的地 水泄轩是位于绕城市中心 在这片寸土寸金的地皮上 每一寸土地 好像不盖动摩天大楼都亏了 江里把车停在门口 跟车上一直没说话的南道 望爷 我订个水字包厢 你先带念念进去 我停好车马上过来 乔念撩起眼皮 想了想 慢吞吞抬腿跟了上去 他眉头微微皱起来 看着这个地处黄金地段 又闹钟取静 我寻找亲生父母 本来只是想要弄清楚我是谁 现在看起来 怎么像是掉进了一个麻烦子 他脚跟踢着脚跟往前走 不然 身侧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乔念 惊讶地叫着他的名字 他一抬头 就看到不远处 乔富和乔琛站在不远处 在这里看到乔念 两人脸色都精彩分成 你怎么在这里 乔维明快步走过来 压低嗓音 眉宇浮起一丝烦躁 之前不是看不上那一万块 现在又后悔了 他给了乔念钱 乔念不要 他还以为乔念有骨气 没想到追到这里来了 乔知乔念 直接无视他往前走去 乔维明强压着怒意 乔念我跟你说话 没听见吗 忽然叶望川走到他身边 走这边 将爷爷再等你了 下一秒 抓住他的手腕 乔念眉毛 都快揪到一块去了 了解他的人都知道 他极度反感别人碰他 上一个想碰他的人 被打进医院 躺了三个月才出院 这会儿 左手被人牢牢地牵着 燥热的大手掌 完全包裹了他的手腕 乔念手掌心 溺出一层细密薄汗 抬起头看了一眼 自然牵着他手 他想帮他解围 也不需要牵手吧 乔念想甩开 又看到乔家一群人 都站在那里 远远地看着他们 快出口地化验了回去 确定走远之后 他开头 现在可以松开了 跟紧哥哥 不然被坏人抓走了怎么办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谁知男人 直接上手摸了摸他的头 丢了十八年 你爸爸和爷爷都很想你 他眼睛跟随着男人 牵着他的手腕 真奇怪 以前只是个异性触碰 我就会起疹子 现在竟然不会 包厢里 叶望川推开门 他跟在后面一进去 江仙柔见叶望川走进来 连忙打招呼 在看到男人 抓着女人的手腕时 脸色顿时一飞 乔念不动声色地抽回手 回手坐在轮椅上的老人 立刻红了眼睛 让人把他推过来 还没说话 眼睛已经湿润了 你就是念念 好孩子 这么多年 爷爷总算找到你了 我真怕我等不到你就先去了 如果没找到你 我到了地下 有什么脸跟你妈交代 激动地抓住乔念的手 爷爷 乔念望着他花白的头发 老人脸上的情绪不似作文 老人抓着乔念的手 介绍起人来 这个是你爸爸 江东景 现在在教书 叶望川挑了下眉 看着老爷子介绍 清大教授 老爷子一句轻飘飘的教书就介绍了 他对爸爸这个概念很模糊 但老爷子似乎想让他喊爸爸 他明明顿 轻透的眸子 看向中年男人叫了声 把中年男人的眼睛立刻红了 念念 乖 然后迅速跌开头 怕自己情绪外力 江老爷子长松口气 念念 你二姑二婶还在外面做生意 今天赶不回来了 然后转头看向沙发处 那是他们的女儿江仙柔 比你大一点是你唐姐 他得的你见过了 就是江黎 乔念语速频缓地叫了声唐姐 女孩却对他置之不理 江老爷子脸上全是喜气 他不求乔念 马上融入这个家里 看乔念不抗拒 他就心满意足了 肚子饿了没 还没吃中午饭吧 东京 让服务生上菜 念念你今天 就坐在爷爷身边 让爷爷多看看你 乔念看着面前的老人 这个爷爷倒是让我觉得很亲切 女孩在外面当了18年的假千金 终于被江家找回 却被姐姐处处针对 饭桌上一家人其乐融融 老爷子不停询问起 他以前的一些事 只要他问的 乔念有问必答 虽然回答得很简略 但起码没有忽语 问着问着 江老爷子忽然停顿了下来 欲言又只当开口 以前想好上哪所高中门 有没有喜欢的学校 没有想过 乔念垂下眼睫 连起眼底的眸色 老爷子不提起来 我都没想过上学的事 对我来说 高中和大学不过是个文凭 我早就不需要这个东西了 江仙柔把他修学当成了成绩差 在心底失笑 念念为什么修学 是不是学习差跟不上 我可以帮你补习 我成绩很出色 教你这个修学学生不是问题 乔念没什么表情的台谋逆向他 唐姐姐姐这么优秀吗 江仙柔一副冷嘲热粉的嘴脸 那是当然的了 毕竟我们江家基因在这里 全员学吧 可还没有见过 成绩差到退学的 唐姐 你说的对 我吃不饱穿不暖 哪有机会学习啊 老爷子怒喝一声 仙柔 江仙柔惊吓得连忙结巴起来 我不是故意的 叶望川撇了眼 乖小吃饭的女孩 舒展身体靠在一背上 撞似随意地开口道 赵成一中不错 江仙柔往他们身上转了一圈 皱了下眉头 可恶 他又吸引了叶哥哥的注意 才几秒又忘记老爷子的呵斥 随即嘲讽道 望川哥哥 赵成一中是不错 可乔念几斤几两 若江仙托关系送他入学 到时候他跟不上学习进步 自己丢人是小事 拖累了江家 可就是大事 老爷子生气地握起拳头 鲜柔 你怎么能这么贬低你妹妹呢 爷爷 脸面都是靠自己的表现争取的 可看看他的样子 一家人张罗着 为他筛选学校 他却一声不吭地 只知道吃饭 望川哥哥 真的抱歉 我家这认清聚会 让你见笑了 叶望川却无视江仙柔 不停地给乔念夹菜 江离实在看不下去 出声制止 仙柔 你怎么能这么说念念呢 他在外面已经受了很多苦了 可 我可没承认 有这样上不了台面的妹妹 老爷子狠狠地一掌拍在桌子上 够了 初次见面 就这么诋毁妹妹 难道你就很有家教吗 江仙柔立刻撇撇嘴 表现出了自己的不满 还想继续说 江离立马阻止妹妹 乔念台眸看去 爷爷是真的在维护我 这个家似乎也挺不错 老爷子气得不行 你父母忙着生意 没时间管教你 那我这个当爷爷的来管 今天回去你就给我好好反省 乔念语气温和地哄得老人家 爷爷这台确实不错 你也尝尝 念念爱吃的 爷爷也爱吃 念念 关于读书的事情 你怎么想 乔念闭嘴 不怎么想再留在绕城 但台眸对上老爷子期待的目光 他不知怎么 就鬼使神拆点点头 都可以 听爷爷安排 那就绕城一钟吧 你爸爸也在京市工作 将离看出老爷子的故意 于是告诉爷爷 他在绕城有房子 还保证把入学的事情 给安排妥当 念念完全可以暂时住我那边 学习方面 我会好好帮助他 我也会留在绕城一段时间 可以帮着照顾他 夜望穿号整理侠的淡淡道 乔念默然抬头望向他那边 正好和某人的目光 撞了个正面 豪门乔家养了18年的乔念 既然是捡来的 不仅被妹妹抢了男友 最后还被改出乔家 他背着书包 找回了自己号称 贫困县的亲生父亲 结果却发现 他大是教授 爷爷是顶级豪门大boss 哥哥是顶牛男星 而他自己也是马甲 一个又一个 而将赶他出门的乔家 却傻眼了 谈话间 乔念的手机响了起来 爷爷 我出去接个电话 老爷子点头好的 又叫宗景去结账 夜望穿片头 看向乔念的背影 然后站起身 姜老 还是我去吧 外面的隔间里 富哥见乔城脸色苍白 就陪着他到外面透透气 不然 乔城眼角余光 瞄到了从另外一个方向 走出来的乔念 走到外面的女孩 接起了电话 电话那边 问他什么时候送药过去 并让他别搭理乔家那些傻子 有这个时间 不如配点要出来 还表示 他的东西在飞市 已经卖出天价了 这时 乔念瞥一眼 不知何时出现在身边的乔城 他并没理会 而继续跟电话那边说 忙完就会送过去 对方又说道 你那前男友 还想高价买你配的药 不然 乔城柔柔弱的 往傅哥身上一道 傅哥见他血色苍白 帮忙问琛琛你怎么了 乔城看到他刚毅的眉眼 甜蜜娇羞地挽在他的手 傅哥哥 我胸痕头晕得厉害 可能是又犯老毛病了 傅哥一点关心 别担心 傅哥哥已经帮你找到了 一位厉害的神医 等我买下那神医的药 肯定可以治好你的病 说完将女孩抱在怀里 与此同时 电话那边又问道 那你卖给他吗 乔念看着两个抱在一起的 渣男和绿茶 乔念回来的耐人寻味地呵呵 这时 傅哥才看到乔念 惊讶地出声 乔念 你这么在这里 乔城见他说起 乔念神情冷漠 并没有多余的感情在里面 他堵着的心情好受多了 乔念 你该不会再跟踪傅哥哥 想要求他跟你复合吧 乔念魔光微冷 我只是吃饭时 忽然闻到了一滴的茶味 出来看看而已 傅哥醋眉 乔念 我不准 你这么诋毁称称 傅大公子对自己女朋友的定位 倒是很清晰 姐 我知道你还在生气 傅哥哥甩了你 可是你这么死缠烂打 真的很延价 乔念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眼 这时 包间的门通里面被打开 阿哥 陈陈身子弱 你带他出来透风 也要多加剑 后面的话还没说完 傅夫人眼角的余光看到乔念 顿时脸色一变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还不等乔念说话 乔城连忙跟傅夫人道歉 我也不知道 姐姐怎么得知了我今天要见傅哥哥的事情 还专门追过来纠缠 闻言 傅夫人一手挡在乔城身边护着 一面指着他 乔念 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还敢死缠烂打我家儿子 看在乔家的份上 我给你留个面子 可你也不能给脸不要脸 你这山沟沟里捡来的气鹰 不会真以为自己是豪门千金了吧 下一秒 一只温热的手掌 落在乔念的肩上 第一次参加家庭聚会 你就抛下大家 炉子跑出来看猴戏 不合适吧 乔念扑一声笑出声来 你说得对 我这就回去 傅夫人却不依不挠 一秒 叶望穿一掌 抬开女人的手 然后随其自然地牵起女孩的手 语气冷冷的 什么 当众打人就是你的规矩 傅夫人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形象 你有哪家的小费 我警告你 这里可没你说话的分 这是 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 这怎么吵吵嚷嚷嚷的 发生什么事了 众人的目光 纷纷朝着声援方向看去 傅夫人面色微变 更是惊讶的睁大了眼睛 然后走到姜老爷子面前 半鞠躬 双手何时洗淫的打招 姜老 您怎么在绕城 而乔念看着又被牵着的手 想着这人 怎么这么爱牵着 女孩无意间发现 自己的好妹妹 和自己的男朋友私下爱你 她气不过把事情捅开了 才知道 在豪门生活了18年的她 压根不是乔家人 还被赶出乔家 她背着书包 找回了自己号称 贫困县的亲生父母 结果 却发现爷爷是顶级豪门大boss 但在乔家人眼里 爷爷只是个穷画画的 姜老爷子面色微变 眼神瞬间在一行人身上掠鼓 并问你是 傅夫人尴尬一笑 姜老 我是傅家的儿媳妇 谁知老爷子直接说没印象 傅夫人笑得更尴尬了 因为姜家和金氏 有着千丝万里的关系 姜老爷子年轻时 也是绕城了不起的风云人物 绕城的圈子 也分三六九等 姜家算得上总监 傅家 只能算绵绵强强挤的近距的圈子 她也只能继续讨好的靠近 没印象不要紧 能在绕城律上就是缘分 不如您来我家做做 这是姜宗景打断她 不好意思 傅夫人对吧 我父亲此次来绕城 是接孙女的 没时间去外人家做客 对 我没时间做什么课 傅夫人只能再次尴尬一笑 乔念没想到老爷子 居然能让父母 第三下四的结巴成这样 看来我这个爷爷 也不是个简单人物 姜老爷子转头 看向站在一旁的乔念 念念跟爷爷回家 闻言 傅夫人一连猛 三人一连猛 乔念是姜老的孙女 老爷子看她如此震惊 便问傅夫人和念念认识 傅夫人立马讨好 是啊 我最喜欢念念 谁知乔念很是不给面子的说不熟 不认识 叶望川还不忘补上一刀 这位傅夫人 刚刚还想要打念念 老爷子一听这话 立马一记眼刀飞过去 你竟敢打我松你 傅夫人连忙狡辩 哪有的事情 我只是 只是半天没找到措辞 脑中飞快地转着 对了 乔念是我儿子的 后面的话还没说出来 就被乔念给打败了 也有我们祖孙相认 不要让这些人浪费时间 姜老爷子忍不住笑起来 念念说得对 还要送你去绕成一钟 办理上学的事情 这时站在一边 一直没说话的乔念 此刻如同被雷击中 一张娇容白的根指似的 像当初我考高中时 家里费尽心力 还拿到绕成一钟上学的名额 对方却轻飘飘一句话 就转学过去了 巨大的落差感 但他神情都恍惚了 傅夫人一直到乔念 跟着姜老爷子一行人都走了 这才发现乔念的不对劲 于是很担心地问他没事吧 乔琛这下嘴唇上 紧剩的一点点血色都没了 差点站不住 听到傅哥叫他 这才恍惚回过神来 面上还挂着一脸的不敢置信 我没事 只是比较震惊 姐姐竟然要留在绕城了 而且我爸明明说过 他的亲生父母 白子贫困些 国母又怎么会认识 他这样的全村家庭 傅哥也很不明白 母亲为何如此的 想要讨好江家 于是便问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 傅夫人觉得 刚才在小贝面前 很是没念 于是气得咬牙切齿 随口回答道 就一个画国画的小老头 妈就是念他年事已高 才客气客气 只是没想到 对方这么不给念 不就是比我家有钱一点 不知道在高贵什么 听到这里 乔琛也明白了 原来就是个乡下 走出来的穷画家 且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他于是放下心来 走到夫妇人面前 国母 你消消气 别和他们一群 相巴老一般见识 女孩只是和男人 见了一次面 认识不到几个小时 男人就在自己的家人面前 说我是他的人 水泄宣外 姜老爷子知道 乔念刚才接电话时说有事 于是便问他想去哪 可以让姜黎送他去 姜仙柔谋底闪过步马 插嘴进来 爷爷 我晚点还有个新闻发布会 二哥都答应了 要送我过去 姜仙柔在娱乐圈小有名气 但姜老爷子不赞同他走娱乐圈 姜家的地位 不需要姜仙柔 在外面抛头露面 只是姜仙柔的父母赞成 他这个当爷爷的 也不好太强硬 让司机送你不行吗 姜仙柔不高兴地撇嘴 他在他胳膊撒娇 我和二哥一早说好了 他带有敌意地看向乔念 让司机送念念去 乔念眼睛没瞎 看到了他对自己的敌意 于是漫不经心地开口 不用那么麻烦 我自己打车过去 那怎么行 姜老爷子第一个不答应 他沉眉考虑了下 忽然看向旁边 对着贵气不凡的男人说 望川 你有没有时间 帮我送下念念 姜仙柔面色微变 我非要姜黎送重点不在姜黎 而是和姜黎一起的人 我是想着能和那个人 多个单独相处的机会 如果叶望川送乔念 我刚才岂不是白开口了 爷爷 望川哥哥那么忙 肯定没时间啊 要不还是二哥送他吧 我自己打个车 站在边上的男人 随口说道 有空 我送他 余光掠过边上的少女 找姜黎拿车钥匙 姜仙柔这下 表情变得更不大好看 他勉勉强强挤出个微笑 好心地提议到 望川哥哥 你才从临时回来 肯定很累 还是二哥送乔念嘛 不用了 我的人我送 文言 乔念太阳穴 突突地痛起来 真是要命 我什么时候成他的人了 叶望川拿走车钥匙 也没管姜仙柔他们 禁止走到乔念面前 问他想去哪 不一会 两人驱车 来到旺江南路 一处幽静的巷子 乔念取下身上的安全带 拿起包 跟驾驶位上的男人 道了声谢谢 叶望川下和微微 扬了一下 他朝着路边上的门 看了一眼 没看出这个地方 有什么特别 于是问要不要 我陪你进去 乔念想也不想拒绝 不用 我自己进去就可以了 叶望川眯了下眼睛 没说话 乔念迫不及待 想摆脱他 关上车门 跟他挥挥手 那叶哥哥 我先进去了 叶望川目送着他熟人的 走进那栋两层楼的 白色小廊楼 坐在驾驶位上 抛出手机 他久居惊事 但对绕城的地价 心里有数 乔念刚进去的那栋房子 位于城南黄金地段 在这片商业区 随便一个门面 都价格不否 像这种读动 类似私人工作室的地方 价格更不可能便宜了 江里跟他说 乔念之前的养父母 家里有点小钱 但对他就很不好 连好一点的学校 都舍不得让他去读 他怎么会知道这种地方 甚至看样子 像经常来 他对着白色小阳楼 拍了一张 很快就有消息传回来 这里我知道 逛江路一个心理诊所 医生出了名的难约 收费的价格也贵得不行 望爷 您心里有问题 叶望川单手 回了一个字鬼 回完消息 挑了下眉毛 望向门口 已经进去的女孩 乔念的资料他看过 平平无奇 接触之后 他却一点都不像 资料上写的那样 他正准备回消息 不然 手机屏幕亮起了来电显示 叶望川接起手机 声线低沉沙哑 什么事 望爷 小少爷不见了 他面色猛地沉下去 刀削般地下河线桥紧绷 无心再去管心理诊所的事 猛地发动车子 跟那头的人交代 您在哪 乔家养了18年的贾千金 只为给女儿 当一栋血带用 要不是贾千金 无意间发现自己的好妹妹 和自己的男朋友 私下爱你 事情暴露了 他还被蒙在鼓里 而乔家之所以告诉他 也仅仅是因为 经过这些年治疗 真千金已经基本康复 不需要他这个免费血带书写 所以他被乔家赶出家门 而乔家抱着鱼目 当珍珠 还成天沾沾自喜 硬是把一手王炸 打成了123456没有7 迟早会后悔 心理诊所里 乔念轻车熟路地穿过长廊 这里的心理医生 出人意料的年轻 一双桃花眼 长得比江里的眼睛还勾魂 乔小念 你终于来了 我可想死你 魏罗明把那张 祸害小姑娘的脸 硬是凑到他前面 抢破他看自己 乔念被他吵得烦 皱起眉头 无情地用手 把他硬凑上来的脸推开 不要靠过来 我怕我手痒给你去 好歹我也是你的口号追求者 不用这么无情了 他嘴上这么说着 身体往后仰去 没像刚才那样 贴那么近了 一张帅气的面庞 满是忧怨的开口 说真的 你反正跟那个富哥分手了 我被胎了这么久 不考虑给我转个正 他平时也爱开玩笑 乔念有时候也弄不明白 他是在开玩笑 还是认真的 无奈地皱起眉头 不考虑 之前不是试过了吗 你不行 魏罗只觉得一股玉气往下窜 气得他俊脸一飞 咬着牙 仿佛从牙缝中挤出来 才三天你就知道我不行了 分明是你不行好不好 他小手都没牵到个 还被强行按头不行 传出去会笑掉别人大牙 异性一碰你 你就反感还造了 你这个毛病 我就在一个地方看过类似的 乔念忍不住好奇问哪 魏罗扯了扯嘴皮子 皮笑肉不笑盯着他 纯情总裁爱上我 魏罗看他那张慈白的瓜子脸 三分冷三分不在意 还有一分唇 一股子造气 又下去大半 跟泄了气的皮球般白白手 情节只大眼 内容是夸张 你没听过正常 不过里面男主角 倒是和你的情况一样 哪个异性都碰不得 谁碰就翻脸 乔念没揪着这个话题不放 从书包里拿出个药瓶 造出来三颗 这是这个月的药 华国黑市上 从三年前开始 流传起一种 可以调理根骨的药丸 吃了可以延年益寿 神清气爽 这种药一在黑市问世 各大势力都想占为己有 每个月黑市上只拍卖三颗 乔念看出他的不满意 于是说 我忙 没空弄那么多 魏罗把这珍贵的药塞在口袋里 文言才瞥了眼他 咬牙切齿 你忙个屁 乔念却一本正经的 说我真的很忙 就是他眼尾 那个散漫 让他说的话 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魏罗懒得跟他扯皮 像是想起来什么似的 对了 有人在查你 精神那边的追到绕城来了 好像有个极有身份的病人 想让你看看 对方有备而来 似乎查到你不少资料 乔念直接说不见 我现在更想查清楚 自己身世的谜团 他头也不回地撂下一句 老规矩 你帮我摆平 就静止离开 离开了整所 乔念没着急回去 在路边招手叫了个 出租到普通路的商场 等于买点东西回去 商场那边交通管制 出租车师傅 把车开到路口 就进不去了 乔念只好自己下车走一姐 乔念还没走几步 就听到前方左手边 有人大喊起来 有人掉进水里 马路上有不少人 立刻有人围了过去 我刚看到一个小孩子 好像去捡东西 滑下去 谁会游泳 乔春假惺惺地咬着唇 不哥哥 你看那孩子好可怜 挤到桥边 看着头往下看 这里水势湍急 再没人下水 那小孩子就凶多吉少了 乔春脸上露出为难的神情 我虽然会游泳 但是医生说过 我不能受凉的 不然我就 这时一道纤细的身影 果决的挤开乔春 把包放在边上 跳了下去 乔春惊讶地张大嘴巴 下面的水那么脏 水流还那么急 她是疯了 不要命了吗 这个18岁少女 居然拿银针插入小孩的脖梗 群众都以为她是个疯子 还被自己的妹妹怀疑是个菜鸣 殊不知 她是拥有绝世胜手的神医 掉水里的小孩子 溺水后自身意识模糊 抓着她脖子扑腾个不停 再这样下去 只会连同我一起 被拖进水流形成的漩涡里 于是 她只能冲着小孩吼道 再动 再动我就揍你了 乔念脖子被抓了一把 而后火辣辣地痛 小孩似乎听到了她的话 抓她的动作幅度都小了 乔念趁着她动作小了 在她后颈上开了下 利落把人打晕 一只手抱着她软下来的身子 往岸边游 好几次浪打过来 她怀里拖着个人 只能硬喝几口河水 岸边 乔念费力把晕过去的小孩子拖上岸 桥边上的乔琛暗脑 真喜欢逞英雄 怎么不在水里淹死 刚才要是能再多先几个浪头 我就不用在学校看到乔念了 乔上围观的人 看到乔念把人救上来 发出一阵欢呼 纷纷往那边走 富哥远远看到那边 侧过头低声问乔琛 要不要过去看看 乔琛本意不想让两人接触 又不好表现出自己计较 心不甘情不愿地嗡了声 也不知道姐怎么样 我好担心 我们快点过去看看吧 万一我能帮上忙的 岸边 围观的人把里面围成一个圆圈 叽叽喳喳地商量都不停 救护车还没来吗 眼看着被救上来的孩子 脸胀得轻辅 昏迷不醒 就知道他喝了不少水进去 乔念顾不上身上的狼狈 撑起身子赶紧进行急救 乔琛和富哥好不容易挤进去 就看到乔念浑身湿漉漉的 埋着头 仿佛没看到周围围了这么多人般 不停地用手按压着小孩子的胸口 他一脸好奇 我姐这是在做什么呢 富哥见到乔念居然还懂急救 略微意外 他再给那个孩子有心脏复苏 一种急救方法 乔琛看到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乔念看 心里不是滋味 嘟起嘴 小声的泥奶 且他什么时候学过这个了 也不是在电视上看了 就学着乱来吧 那孩子还那么小 不如等医生过来 富哥也觉得乔念不该莽撞地进行急救 毕竟不是专业人士 万一小孩子有个三长两短 事后说不清楚 拿出手机就说道 我认识市医院的人 我给他们打个电话 让他们快点过来 听到他认识市医院的人 旁边围观群众吃惊地望向他 要知道 绕城的市医院可是三甲医院 在周围市区医院里 名气都很大 平时挂个号都难 那里面的医生可不是谁都能认 乔琛在旁边也跟着鱼有名言 唯有乔念 只觉得身旁的声音吵死了 他雪白的瓜子脸上写着烦躁 浑身上下湿漉漉的还滴着水 海藻般的头发垂在肩膀上 身上的衬衣和T恤打湿了贴在脖子上 雪白的脖子上 一道小孩子抓出来的血痕 还冒着血珠 眼看着他暗了半天 躺在地上的小孩子 还没把肚子里的水吐出来 呼吸也越来越微弱 他深吸一口气 不想自己跳下去就上来个死人 管不得那么多 从包里翻出一个小布包 打开 乔臣眼间看到乔念拿出来的东西 他怎么拿出来这么多银针啊 且他根本不会针灸 我能理解他想救人的心情 但也不能乱来啊 不少人都听到了 顿时指着乔念议论纷纷 这小姑娘怎么乱了 连富哥也皱起眉头 救护车快来了 快阻止他 万一闹出人命不犯 乔念压根就没把围在周围的人荡回事 他心情烦 也没注意到人群中乔臣带节奏 富哥拧起见眉 俊朗的面庞显满不赞同 乔念你别瞎闹 快走开 等医生过来 往前一步 正要上前阻止 乔念头也不回 冷冰冰地说 能不能别那么多话 烦不烦 18岁的乔姐出入锋芒 晨晨为了捡东西 掉进江里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正在开车的夜望川 听到这个消息 突然一个急刹车 呼吸不由地收紧 像是被人掐住脖子般 一瞬间无法呼吸 堂姐临死脱孤的场景 还历历在内 唯一的心愿 是求她照顾好热气沉 她猛地踩下油门 朝着江里的地点 急驰而去 与此同时 这边乔念 还在竭尽全力地救人 女孩根本不理会 众人的猜测 只是一心地想要救人 她将针扎向小孩脖隔 踏下针乳有神 对着小孩子脖子后面 就是三针 三针扎下去 小孩子脏兮兮的脸 好像胀得更红 看起来就像是要不行了 乔臣盯着要不行了的人 又惊慌又害怕般 管着富哥的胳膊 解他疯了 那小孩子还那么小 他干什么呀 周围的人被他感染 纷纷劝阻止得乔念 不然 躺在地上 生息全无的小孩子 就跟枪水般 忽然有个动静 蜷缩着身体剧烈咳嗽起来 连同在肚子里的脏水 也跟着他咳嗽吐了出来 这时 周围看热闹的人 发出阵阵惊叹声 还真有用 神了呀 这个小姑娘 乔臣和富哥同样惊呆了 特别是乔臣睁大了眼睛 怎么也想不明白 乔念怎么会有这个对事 他抬眼看了看 再一次目光 被乔念吸引住了富哥 捂着心口 轻声道 富哥哥 我心口忽然好疼 富哥顾不上浑身湿透的乔念 打横把他抱起来 我这就带你去医院 乔念看到小男孩 把肚子里的水布出来 许夏扎在他脖子后面的针灸 松了口气 自己的脖子 这才有火烧火燎的感觉 他抹了一把湿痛的地方 一头一看一手血 乔念没把这点血放在心上 以前乔臣美好之前 他每个月都会被抽300cc的血 给乔臣续命 这点血对他来说 和蚊子血没两大 正在这时 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乔念抬起头 往声音的方向看去 顿时一个头两个大 怎么又是江离的那个朋友 在他一步之遥 女生浑身湿透 白瓷右斑的皮肤 这会儿快白得透明了 乌黑的头发 缠绕在雪白的脖子上 湿透了的衣服 都贴在他身上 那双漆黑的眼睛 在听到他喊时 错愕地往他这边看过来 似乎有点不耐烦 叶望川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过来会见到这样的场景 他手下的人眼急手快 已经把叶齐晨检查了身体 如是重负般跟他汇报 望爷 小少爷没事 小少爷落水时间不长 又被及时救上来 只是枪水昏迷 他居然认识这个孩子 叶望川低声分 先把人送到医院 就见浑身湿透的少女 走到一旁 弯腰捡起自己的单肩书包 似乎要走 叶望川叫住他 脱下身上的外套 强硬地搭在他肩膀上 男人几乎第一时间 发现了他脖子上的血 脖皮的痕迹 在他血白的脖梗上太刺激 脖子上的伤是沉沉抓的 我带你去医院 小孩子落水吓到了 没多严重 不用去医院 乔念一只手摸上小腹 好像小腹也跟着饮月做痛 不知道是不是在水里抛太久了 叶望川顺势抓住他纤细耗腕 那双嗜血的眼睛 这会儿又深又沉 去医院 乔念扭不开他的手 太阳穴秃秃地跳 满眼抗拒和躁愈 小伤而已 在药店买个红霉素 塌下着行 叶望川压根不是跟他商量的态度 嗜血金贵的俊敏 表情不由拒绝地强硬 牵着他的手部松开 去医院 或者我给你爷爷打电话 你可以二选一 多大人了还告状 算了 不能让爷爷担心 叶望川似乎察觉他的不对劲 往旁边看了一眼 仿佛不惊一般 但乔念却觉得 那双眼睛 极具侵略性地落在他身上 看得乔念皱起眉 小肚子好像更痛 倒霉 该不会是要来大姨妈了吧 那个神医少女 只因救了一个落水的小孩时 脖子被抓伤 未婚夫紧张地 就将她带到医院 让主任医师帮忙检查 医生一脸惶恐 还好来得早 但凡你来得晚了 伤口不要愈合 就在这时 一个焦急的声音传来 念念你怎么样了 只见江黎戴着鸭舌帽和口罩 光满地冲进 我听望川说你落水了 就赶紧过来了 快让哥哥看看 乔小姐的伤没大问题 泡了水有点发炎 我给她开个消炎药膏 回头让护士用酒精 给她亲密的伤口抹上去 总为射 江黎不放心 需不需全面在检查下 要不要再照个CT查清楚 这样我现在就去给她挂个CT单 好在医生再三保证 她不用照CT 并且照CT 对人体健康有危害 没特别需要的情况下 最好就到 最后乔念去护士站擦药 等乔念擦完药 一行人离开医院 江黎第二锒当躲在前面 幸好不严重 不然爷爷他们肯定要骂死我的 乔念却不以为一地说 只是小伤而已 又有些担心 被救上来的孩子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叶望川随意地回答 已经安排住院 紧接着将一张银行卡递给江黎 我这回走不开 你带他去商场多买几套衣服 江黎双手交叉举过头 打住 给念念买衣服的钱 我这个当哥哥的出得起 心里却早已看他男人的想法 以为一点小恩小惠 就能收买念念 没门 于是将男人的手推回去 你赶紧去住院部看沉沉吧 又走到乔念面前 伸手去拉他 念念 二哥带你 而乔念不着痕迹地躲开他的手 江黎尴尬地咳了一声 又笑眠地举起双手 走吧带你去买衣服 江黎办事效率高 两个小时后 带着乔念大包小包 把车开回了住处 当车子驶入一片连排别墅区 乔念的毛子越发黑沉 这一片别墅区我知道 刚开盘时 正赶上乔维明 挣了一大笔钱 打算把一家 我就这样被丢在家里 饿一整天 晚上乔维明带着乔称回来时 已经十点了 一家三口早在外面吃过晚饭了 乔念目光从光影上收回来 毛子掠过一丝机翘 他们一家三口都在做梦 想早日搬到这里住 结果后来资金不够 就连购房资格都没了 这时车子停了下来 江黎率先下车 帮他拉开车门 这是我在绕城投资的房产 买了没回来住过几次 下了车的乔念 看着他那张俊脸 好奇这个哥哥 到底是做什么的 居然有钱投资这里的房产 江黎从后备箱提出 给乔念买的衣服 这段时间 你暂时跟我住这 我会让他们 今年少给我安排些行程 多空时间出来陪你 说完就带着念念进屋 乔念跟在江黎身后 忽然一个抬头 就看到一抹身影 从楼上下来 而走在前面的江黎 也发现了 家里还有别人 叶望川刚洗完澡 穿着睡袍 手上拿着毛巾 正在擦湿漉漉的头发 慢慢地从楼上下来 江黎一脸差异 你怎么在这里 叶望川深邃的目光 先在乔念身上落了一面 才散漫地走下来 我的房子在装修 暂时在你这里住一段时间 我记得 你那套房子 不是才装修好你多久呢 叶家在全国各地都有房产 叶望川本人 也是隐藏富豪一枚 房产多不胜数 就算其中一套装修 也不需要在他这里来借 谁知男人说太丑 已经让人重新装修了 说话的语气 仿佛装个别墅 跟街上买菜扔紧 叶望川坐到沙发上 随着乔念说 在搬过来之前 就已经让人买了一些 女孩子的用品 放到楼上去了 江黎看着这个狡猾的男人 装修绝对就是谎人 他就是冲念念来的 以前爷爷和叶爷爷说过 他和念念订了娃娃亲 他肯定惦记上了 还好念念不知道 娃娃亲的事情 江黎扬了扬下巴 给妹妹买衣服 是本哥哥的职责 就不劳你费心了 叶望川瞥了他一眼 女孩子多点穿的没事 闻言江黎顿时 有种遭到了挑衅的感觉 这时乔念叫他 让他带自己去看他的房间 于是江黎拎着大包小包 和乔念就上楼去 江黎很贴心的 给他留了独处的空间 临走前煮过了几句 洗澡繁锁门 下楼穿好衣服之类的 特别说了句 千万别学楼下那位 不就身材好一点了 有什么好路的 就率先下楼去了 乔念把单肩包放下 在房间转了一圈后 又打开了衣柜 本来以为里面 就挂了几件衣服 谁知道衣柜里 塞得满满当当的 全是衣服 最显眼的地方 静静地放着卫生巾 乔念满人压力 这些卫生巾 也是夜望穿丢准备的吗 可是他怎么看出 我肚子不舒服 快来立架的 乔念自认自己的忍耐力 比一般人强 似乎我只在救人起来的时候 肚子痛 用手楼了下小布 就那个小动作 他都注意到 跟千金为了不让贾千金 和自己上同一所学校 居然让父亲 给班主任打电话 在杨宇身上泼脏水 谁知杨宇入学 摸底满分 直接进入A班 乔维明刚给乔晨的 班主任通完器 告诉他 乔晨高考后 会保送人意 又拜托陈老师 明天有个女孩叫乔念 就会转学到咱们一中去 是个不良少女 还修过学 希望她跟教务处 那边说一声 那孩子成绩很差 转到一中来读书 我怕她跟不上 手机那头晨曦的声音为难 乔总 这个事情 我恐怕帮不了你 我一个小老师 没资格去他入学 他又私奔了片刻 这样吧乔总 转校生入学 肯定会有个分班考试 如果他分到B班 我想办法跟主任说一声 让他去别的班 乔维明挂了电话 乔晨连忙问他爸怎么样 于是乔维明就把 刚才陈老师说 会把乔念分到岔班 跟他说了一遍 听乔维明说 乔念还是要的 乔晨冷哼一声 地中环境好 让他读岔班都是便宜他 真是越穷越粘忍 乔念早上有个分班考试 考完试才算正式入学 乔念随意地拿过卷子 扫了一遍上面的题目 和他想的一样 全是一些华而不实的题目 这时办公室里的其他老师 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 陈希也在其中 有个男老师开始小声泥南 这刚转来的小姑娘 成绩也不知道怎么样 陈希想起乔维明 昨天打电话跟自己说的话 铁了下嘴角压低声音 成绩差 还休学混过社会 丑话说在前面啊 我们B班可不收这种关系户 不一会乔念放下笔不然出声 老师我做完了 教导主任文言愣了一下 然后走过去 这么快 你还有一个小时的答题时间啊 你不检查一下 这关系到你去哪个班上课 你要慎重啊 乔念把笔盖盖上说了句 没必要 教导主任看他 确实不打算再检查了 也就不再劝说 他拿起卷子 回到座位上去批改 于是五分钟后 教导主任表情凝重 盯着那张卷子 有些坐立不安的起来 你们等我下 我去看一下监控 其他老师都纳闷 看监控做什么啊 于是纷纷围过去看热闹 都想看看 这个新来的转笑声 是不是错得太理解了 直接把主任给气走了 C班班主任 先拿起乔念的卷子看起来 其他老师也好奇地凑上前 一起观摩 他们越看越心惊 越看越怀疑自己的眼睛 全对 怎么可能全部做对 几个老师 这下奇奇变了脸色 往乔念那边看去 乔念漂亮的脸上 表情淡淡的 都没看批改试卷这边 眼角仿佛确信自己的成绩 连看都没兴趣看 垂着头 似乎再回手机消息 念念 二哥临时有个工作 今晚不在 放学别乱走 我让旺爷来接你 乔念才回了他消息 手机又叮叮响起来 想不想去A班 我帮你跟学校打个招呼 据我所知 绕成一中校规森严 可让我高三转校 过来读书已经算破裂 他到底什么背景 可以让我想读哪个班 就读哪个班 乔念没来得及回顾 那边教导主任 他们已经核实完成绩 叫他 这边 乔琛走在去教学楼的路上 赵敬威跟在他旁边玩手机 学校贴吧最热门的第一名帖子 就是校花乔琛宝宝宝宜 他正刷着最新评论 一边在乔琛身边攻门 赵敬威最清楚乔琛的成绩 瞧他那一脸得意的样子 不就是有个有钱的爸妈吗 又埋头刷贴吧 不然 他看到了在乔琛下面的新帖子 再愣了一下 满脸不可思议 这是什么 意中的贴吧 突然冒出来的匿名帖子 新来的转校生 入学摸底满分进A班 他翻了好几页 回帖的好多人都本事不相信 在第四页时 还有楼主的最新回应 转校生真考了满分 我去教务处找老师拿班上资料 亲眼看到转校生的成绩 教导主任和现场好几个老师 都被这个成绩惊呆了 老师都争得抢个要人 新来的转校生 本人长得也句漂亮 赵敬威想 今天转来一中的 不就是乔琛家那个假千金吗 18岁女孩不仅是个神医 还是个学霸 更是集团幕后大佬 赵敬威瞠目结舌地 拿着手机问乔琛 学校贴吧的帖子说 新转校生无敌考试 考了满分 你姐今天不是也来学校报道吗 不会是她吧 乔琛猛地停下来 转身神情不受控制 抢不她的手机 当看到里面的人是乔念时 瞬间变了脸色 手指死死地握紧了手机 恨不得把赵敬威的手机捏烂 我记得她小学时 就次子年纪第一 上初中后 成绩才开始一般的 但是我每次期末找她压体时 却又都能压重 赵敬威见她越看脸色越难看 生怕自己的手机被捏烂 就让她别担心 我觉得应该不是她 要是她当初早就考上一中了 还用得着转校吗 可能学校从别的地方 挖了个学霸过来 就在这时 一个人从他们正面走过来 赵敬威赶紧提醒乔琛 乔琛当然看到 朝着他们走过来的乔念了 乔念看都没看挡在走廊上的两人 静止踏着乔琛身边过去 乔琛黑着脸 眼睁睁地目送着 那道嚣张的身影 走进了B班旁边的A班教室 称称别和这种乡巴佬一般见识 就她那脾气 肯定融入不进我们学校的 说完 三人便各自回到自己的教室里去 乔念推门走进来 班上的同学便好奇地往乔念那边打开 这就是今天校园帖子上 爆料考满分的转校上了 同学长得也太漂亮了吧 这时学习委员沈青青 让大家安静 不要吓着新同学 然后自己满眼成败地往下乔念 学霸快来 你坐我旁边的位置吧 我旁边没人 我在学校贴吧 看到你的铁头 你好厉害 面前突然多出一双手 乔念伸出手握了下她的手 你好 我是乔念 看到这么撒的乔念 沈青青瞬间脸颊晾晕红 被垫得好半天没回过神来 等她缓过神来才发现 新同学的手心有点冷 不知道是不是吹风冷着了 沈青青默默地踹了下前排同学的椅子 小孩 我冷 你关下窗户 八月天你还冷 前排同学嘴上抱怨着 却体贴地将开着的窗户拉上 乔念看了眼 心童说觉得你还心好戏 于是就在自己的单肩包里 摸到一个小朋友送给她 沈青青下意识地拿起她递过来的东西 她把吊坠拿起来看 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她忍不住发出蛙的惊呼声 乔念 你这个真的要送给我吗 好漂亮 里面的水晶就像是真的钻石一样 哪里来的呀 乔念见她喜欢 就漫不经心地回试一个朋友给 不然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下 她垂眸看着手机上的最新消息 大佬 你等的货到了 一个小时后起拍 你赶紧来 乔念葱白的手指 为消息时飞快 然后就跟一旁的沈青青说 我等一下有事要先走了 麻烦 你帮我向老师请个假 沈青青傻眼了 你现在要走 可是老师 她话还没说完 就见自己的新棚桌 已经麻利地走掉了 还走得头也不回 等一下还有开学典礼 断义老师发现 乔念不在等 此时 绕成一钟门口 正停着一辆豪车 里面坐着一个 雍容华贵的女人 车窗被咚咚地敲响 车窗外站着乔维明 袁总 好巧啊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您 那会在脸上的公文 毫不遮掩自己的嘴里脸 而袁永勤头都没抬 一直盯着手机看 只是礼貌地回了句名号 乔维明继续自顾自地说着 袁总 不知道上次成松集团说 要投资我们乔氏的事情 考虑得怎么样了 袁永勤这才摇下车窗 这件事 要听我们大老板的意见 乔维明难堪地说是 我理解 只是成松集团 和我们乔氏近几年 合作亲密了一块 后面的话还没说 就见袁永勤 开着手腕上的时间 于是 女人就对着乔维明说 我还有事 你可以走了 男人尴尬地 让他要是见到大老板 辛苦他帮忙 问一下投资的事情 乔维明走后 不一会 乔练就从校园里走过来 袁永勤一眼就认出 顺着人潮走来的乔练 于是亲自下车相迎 很自然地崴着他的胳膊 乔练喊了声原仪 又问他怎么来了 原来乔练才是 成峰集团的大老板 我的小祖宗 你总是不来公司 我只能主动出击来找你了 设计部和市场部的人 头皮都要抓烂 怎么样 有新设计稿了吗 说话的同时 将副驾驶的车门打开 乔练表示 最近在忙上学的是没时间 这几天 我抓紧花姐 你让他们看看能不能用 袁永勤一听这话 顿时放下心来 又跟他说 刚才遇见乔维明的事情 乔练并没有回答 而是说去拍卖场